你聽過黑霜嗎? 黑霜其實就是乳霜的神秘終極版本 集合了頂級、抗老跟奢華的黑霜 到底是用了什麼黑科技? 哈囉,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最近我迷上了神秘的黑霜 在我面前這五罐頂級神秘的黑霜 到底它們厲害在哪裡呢? 其實黑霜就是某種乳霜的暱稱 它有可能是這瓶乳霜的包裝是黑色的 或者是使用到黑色的珍貴成分 它們都有一些共通的特色 第一個就是走頂級的高價位路線 第二個都是VIP客人回購率很高 而且是明星的產品 第三個就是它們都是全方位的 可以改善肌膚所有問題 第一瓶我要介紹的就是這個香奈兒的頂級保養系列 這個頂級保養系列之前的包裝都是金色的 那現在它推出了一罐黑霜 等等等等 你看這一罐頂級乳霜 它其實是全部的黑色 都運用到了一個在馬達加斯加島上種植的 五月梵妮蘭 你不要小看這個綠色的豆甲好像有點不太齊眼 其實這可是香奈兒的實驗室研究15年發現 這個豆甲它可以刺激肌膚再生 而且豆甲的果實、種子、葉子跟花朵 其實各個部位對皮膚都有非常好的作用能力 那這一瓶黑霜其實就是集所有之大成 它平均大概要160公斤的豆甲 跟14000朵的花朵 才可以萃取出1公斤的這個五月梵妮蘭的精粹 所以這一罐黑霜的頂級黑科技 運用到這個綠色寶石的成分 那我們現在打開來試用看看 其實這瓶神秘的黑霜啊 我自己也用了一陣子 我覺得它非常的好吸收 因為大家看一下 它其實像是鵝黃色融化的奶油質地 使用在肌膚上慢慢的推 它其實很快就被皮膚吸收了 然後你越推它其實有點越水的感覺 原來啊它是有一個就是保濕成分的水相成分 跟一個加了植物精油跟五月梵妮蘭成分的油相 這個精密計算的水相跟油相的這個質地 讓它非常的潤澤好吸收 然後呢你使用完之後 可以在皮膚上留下一種很潤澤的感覺 對皮膚來說是非常的舒服跟舒適的 第二罐是雅詩蘭黛的這個黑鑽松露奇蹟霜 雅詩蘭黛它是世界第一個推出頂級乳霜的品牌 它大概在1956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大家買乳霜大概一瓶10到20塊美金 可是它那時候一口氣就推出115塊美金的頂級乳霜 然後呢大家也都非常的能夠接受 大家非常的驚豔 因為它就用到了一些比較稀有的成分跟高科技 所以大家一擦皮膚就很有感 所以它就開始推出了頂級乳霜 它為什麼叫做黑霜呢 因為它裡面使用到了黑鑽松露這個成分 黑鑽松露啊它其實生長在南化橡樹的樹根底下 無法人工培育必須要就是那種很有嗅覺的狗 它才可以挖掘到它 這個成分啊非常非常的珍貴 又叫做黑色的鑽石 大概平均10到15公斤的黑鑽松露 才可以萃取1公斤的成分 現在因為地球暖化的影響 本來它原來的採收期是一年有三個月 現在縮短成兩個月 所以你如果想要買這一罐黑霜 其實不是你想買就買得到 它可是一年限量推出的 那這瓶黑霜有什麼作用呢 就是它可以解決所有老化的問題 像是細紋啊皺紋啊鬆弛啊暗沉 甚至連最難解決的薄紋 它其實也有明顯的淡化效果 其實啊我自己很喜歡雅詩藍帶 這柄黑霜的一個小小的設計 就是打開來之後啊 它有一個這種密封蓋 其實大家很多乳霜啊都有這種密封的蓋子 其實真的不要丟 你在用的時候啊 它其實可以幫助你的成分 比較新鮮的維持在裡面 那如果我們女生如果有在保養的時候啊 比方說弄了化妝水精華液乳霜 其實這個時候啊 最後用這個步驟的時候 其實手已經很油很油了 如果這個密封的墊片啊 它沒有做得太好 其實你很難拉起來 那雅詩藍帶的這個墊片 其實做得比較大 所以讓我很輕鬆的就可以拿起來 那這瓶黑霜啊 它其實裡面呈現的是一種淡淡的粉紅色的質地 然後其實聞起來有一種 花香味非常非常的療癒 那怎麼使用呢 就是把它拿起來之後呢 其實是可以先在掌心中暖霜 就是你這樣暖霜之後呢 它其實溫熱的輕輕的搓揉之後啊 它其實會變成透明的樣子 變成透明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輕壓在你的皮膚上面 先按壓之後再徹底的輕輕按摩 其實按摩完之後你會發現你的皮膚發亮了 所以這瓶難怪被稱為世界上的頂級黑霜 果然是名不虛傳 印象中啊很多年輕人都不喜歡使用乳霜 其實在我們Vogue的美人會的社團調查裡面啊 真的蠻多人都是二十幾歲才開始用乳霜 或者是真正保養肌膚之後 大概兩年左右才開始敢用乳霜 那他們為什麼都不用乳霜呢 其實都覺得乳霜好像很厚重啊 黏膩不好吸收 其實啊最近剛好有兩款黑霜都推出了清潤版 就是比較適合台灣炎熱的氣候 而且更清爽好吸收喔 第一瓶輕質乳霜的黑霜啊 就是這個JoJo Armani的黑曜鹽輕質乳霜 那其實JoJo Armani的這一瓶黑霜啊 一直是它品牌非常非常明星的產品 就是一堆VIP或者是愛用者一再的回購 而且聽說台灣其實是全世界JoJo Armani 這瓶黑霜賣的最好的地方 就是JoJo Armani先生有一次啊 還特地親自把這瓶黑霜送給我們Vogue 美國版的總編輯Anna Ventura 然後給她使用 Anna用了一陣子之後啊 就覺得這瓶霜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她就說我不知道亞曼尼先生 到底在這瓶黑霜裡面放了什麼成分 但是它就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可見這個黑霜其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名 這一瓶JoJo Armani的黑霜啊 它其實是使用到了地中海的一個 超過十萬年的黑藥鹽的成分 那這個黑藥鹽呢 它其實裡面有非常非常多 對人體好吸收的一些礦物質的成分 像是細甲納鐵這些東西 所以對皮膚非常非常的好 它其實也利用到了一個 重生蜜羅蘭的一個植物 結合這兩種成分 其實可以全面解決我們 就是所有老化的問題 大家看一下這個黑色瓶身其實蠻特別的 它其實是做的是一個火山的形狀 然後裡面其實用的是 雙色的琉璃來做成 因為雙色的琉璃可以完整的 保持這個成分的新鮮 那這個青質的乳霜啊 它其實肉眼看到 它是比較呈現比較濕潤 白色濕潤的感覺 跟它經典的乳霜 是比較霧面乾的質地不太一樣 那使用上來啊 其實擦在皮膚上面啊 它其實也是非常的水潤好吸收 抹在皮膚上就會變成一種 薄紗的精油質地 其實非常的潤滑 使用之後啊 其實皮膚明顯看起來非常非常的亮耶 那有一些人啊 使用一陣子啊 他居然有發現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他覺得他的毛細孔 看起來比較小了 那原來是啊 這個濕潤的質地 其實可以在皮膚上提供 很大量很大量的補水的效果 那你的皮膚如果充滿了飽足的水分 自然你的毛細孔就變得縮小了 所以這罐黑霜大家可以買來試試看 另外一瓶黑色的輕乳霜啊 其實就是這罐紀凡希的黑霜 它其實是黑霜的十足耶 因為它從2008年上市以來已經11年了 而且它是從裡到外 徹徹底底的黑霜 就是它的包裝是黑色 它使用到的成分也是黑色 而且它裡面打開來 它的乳霜的顏色也是黑色 真的就是紮紮實實的墨黑色 那為什麼它是墨黑色呢 因為它使用到了一種成分 是在法國北部大概海平面 22公尺底下的一個長生墨谷細棗 這個棗類其實在地球生存 已經有數百萬年了 算是非常非常的老祖先 那它對肌膚其實有非常強大的 修復再生的功能 其實抹在皮膚上面 剛開始你不用太緊張 因為抹上去真的是黑色的 可是在抹的時候它會慢慢的轉成灰色 然後再變成透明 當初在上市的時候 很多顧客看到是黑色的乳霜 都覺得有點害怕 想說我把黑色的乳霜抹在臉上 那不是臉上會變黑嗎 可是因為它有設計這種質地的 顏色轉換質地 反而大家覺得其實還蠻有趣的 所以就願意來試用 另外在使用上 其實這瓶黑霜還有一個小小的tips可以分享 就是大家在保養肌膚的時候啊 其實乳霜是最後一層 就是有點封住肌膚的用意 那因為這瓶乳霜的分子非常的細小 所以你在使用完這個乳霜之後 再上一層面膜 藉由面膜的密封的一個方法 可以讓這個乳霜的分子吸收得更好 其實在Vogue的粉絲大調查裡面 也有很多人在問說 到底乳霜跟水乳霜有什麼不同 其實乳霜的成分很簡單 就是水、油跟乳化劑三種調味 調配而成 那如果你想要就是比較水多一點點 那可能它呈現的就是水泥霜的樣子 就是比例調配的不同 而呈現乳霜跟水乳霜的樣子 接下來我要介紹這個HR的黑霜 其實上次會有一集的影片 就介紹三位名女人的故事 其實裡面就有提到赫蓮娜夫人 她其實是發明了世界第一瓶乳霜 那其實這瓶黑霜啊 現在也是在HR 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喔 那像這一瓶外觀很像一個小藥瓶的黑繃帶乳霜 它其實現在是品牌非常非常明星的產品 為什麼它要叫做黑繃帶乳霜呢 因為這一瓶乳霜其實它的靈感來源啊 是來自於就是一個醫美手術之後的高修復的乳霜 那HR其實有跟瑞士的一個醫美的醫療機構合作 那這個醫美機構啊 它其實是很多好萊塢明星都會偷偷去做療程手術的地方 那那個創辦人的醫生啊 一直覺得一個療程的成功 不僅在於它手術本身很成功 它術後的護理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它這個概念就跟HR不謀而合 所以他們兩個就一起合作 研發了這一款黑繃帶乳霜 那黑繃帶乳霜 你想這個名字 你應該就可以知道 就是做完醫美手術療程 把繃帶包覆起來之後拆下來 就是一個煥然一新的效果 所以這個黑繃帶乳霜就是 非常適合用作醫美術後護理 可以恢復你肌膚一個活力的乳霜 那它厲害的黑科技在哪裡呢 就是它使用到業界最高 大概有30%的普拉斯鏈這個成分 普拉斯鏈啊 它其實可以有效的淡化皺紋 細紋跟臉上的瑕疵 讓皮膚變得非常非常的平滑 那打開來看一下 它其實它的霜就看起來 跟前面有點不太一樣 它是屬於比較乾式的乳霜 可是其實它擦在肌膚上面 一點都不乾爽 反而是非常的柔滑 然後非常的好塗抹 而且呢你塗完之後啊 它很快就在皮膚上面化開來 塗完之後你的皮膚 是一種很乾爽卻很潤澤的感覺 立刻就可以把你皮膚一些乾燥 緊繃的狀態給解除 難怪這個黑繃帶乳霜 能夠成為現在束後舒緩修護的 一個非常好口碑的產品 以上就是我介紹的五罐神秘的黑霜 有沒有哪一罐你比較喜歡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喔 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 掰掰